首先关注到高雄市议会周四进行市长实证报告 市长陈菊以促进产业升级 莫力推动基础建设等议题 强调市府团队将坚持执政的最后一里路 积极建设高雄 为未来百年高雄的发展打下后实基础 高雄市长陈菊在市议会进行实证报告 他指出市府致力于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 以及新兴产业的引进 像是推动高科第二园区的扩充 争取在高雄设立国家材料 继循环经济研发专区 以及首座国际级电竞馆 预计明年上半年启用 将创造多元化的就业机会 这是我们第一座由我们国人打造 这种国际级的电竞馆 明年的上半年就会开始营运启用 这是南台湾最重要的电竞的基地 市长陈菊也强调高雄即将进入轨道运输的新时代 目前轻轨第一阶段全线通车 市府将全力推动捷运红线 钢山路竹延伸线 以及捷运黄线 将可以扩大服务110万人口 并且增加八个转程点 形成完整的路往 我们轻轨跟未来的地铁 总共有八个转程点 形成完整的路往 黄线明年将先行规划 那我们完成的时候是 高雄公共运输最重要的里程碑 至于基础建设方面 截至107年年底 全市将打造15座制宏池改善水患 而且打通石泉路 新建石泉制宏池公园 及立体停车场 一举解决40年交通水患 和卫生的问题 议定这个工程 明年的9月一定要完工 要整个配合我们制宏池的公园 还有停车场 我们一起来解决交通水患 登革热 还有很多卫生的问题 对我们三民区的发展 这是很重要 而对于2017生态交通 全球盛典即将登场 将看到高雄 对于生态交通科技 移居城市的努力 市长城局期盼 生态交通全球盛典 能够成为高雄城市转型的契机 把高雄打造成为台湾的海洋首都 世界的亚洲新湾区 港督新闻林亭阳 来长邦采坊报道 请不吝点赞 开启 prue